我是格蘭西服 陳和平 從1976年 從事服裝定製業 然後在1992年 29歲的時候 開始經營起這家西裝店 那對手工西服來說 我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它不但代表了老師傅的傳承 更是對美學經驗的累積 那對於製作西裝 雖然強調遵循正統講究細節 但是從來不拍斥吸收新資 因此參加了全國姓很多的國際競賽 那累積了很多的經驗 現在在台灣 雖然是一家54年的一家老店 廣受年輕人喜愛 也贏得很多老顧客 及長官還有各界的信賴 我們努力在經營高級定製服這一塊 希望台灣也有很好的人才 可以做出很好的品質 在國際成為一個可以競爭的一個產業 我們努力做到做到最好 任先生歡迎光臨 你好 這邊請 謝謝 你好 今天不曉得你有什麼需求 是不是要做西裝呢 對 我想麻煩陳師傅幫我做一件厲害的好西裝 那我現在來幫你準備料理 準備了我們全世界最好的布料的品牌 來讓你賤賞 讓你選擇 首先我現在準備了有 Lolopiana Genia 英國的Scarbo 還有這些 就是各等級的布料的品牌 比如今年 Genia最新的2024 春夏的 比較夏天 的感覺 給你做參考 布料有很多種選擇 在麻眠絲毛的天然布料當中 我們去找你最適合的 再來就是 布料也有官等級 那這個一種 再來就是一種 比較英式的布料 手感也非常好 價錢也實惠 再來我給你今天介紹 厲害的好布料 西裝 好啊 那這個是Lolopiana 今年最新的 2024 今年夏天 你看它春夏的感覺 非常的繽紛 非常的漂亮 那顏色多種 可以多種選 觸感都很好 夏天的感覺 感覺很透氣 那今天我想 你希望在什麼場合 可以穿著 我希望它是 工作跟休閒 它是都可以穿的場合 那也希望說 不要顯得太年輕 反而是有點沈穩一點的感覺 那現在我幫你找一個 針對你的身型膚色 比如說格子 灰色系 好啊 又經典 又耐看的一套西裝 質感非常棒 我們從這個發色提供你做選擇 但是我想我現在 直接來拿布料 針對你要的 你也可以正式穿 混搭穿 好 休閒穿 好 等於一套西裝 好幾種用途 那我來幫你準備料理 好 我今天幫你介紹的這兩套布料 一深一淺 這個是義大利 Renia的布料 理情者系列 你看起來非常的清爽 今年的春夏 主流藍色帶一點淺灰藍 那布料延伸感也非常棒 再來就是我幫你介紹這一件 今天主推 這一件是義大利 Rolopiana的料子 義大利現在這個牌子當紅 布料顏色 灰中帶一點藍色格紋 義大利那個Rolopiana 150支高級布料 耐看清穿 穿起來舒適 又有質感 在製作過程 那包穿著 你看它活靈活現 布料非常的有彈力 非常舒適好穿 提供你最佳的選擇 摸摸看 很軟 那如果說你還看不出來的話 我們現在在鏡子 來幫你對應你的身形膚色 看哪一塊最能為你增添光彩 我現在拿布料在你身上比對 對 這一件顯得陽光 夏天 這種輕鬆的感覺 另外一套 灰底 藍格紋 顯得經典 現代 有質感的一套衣服 耐看清穿 又有質感 你個人比較喜歡 哪種感覺 我比較喜歡 黑底藍格紋這件 黑底藍格紋這件 對 我覺得對應你的臉色膚色 能夠為你分添光彩 穿起來滿紳士 我們從這個方向來走 接下來我來幫你介紹樣式 樣式 樣式 這個是單排扣 它的樣式是做 鍵鈴 細部的 這樣子 可以讓你看到 凝字是二分之一再大一點 顯得有氣勢 然後又時尚 穿起來的感覺大概是這樣子 下半身的褲子我們做和身的樣子 褲子的長度也在腳踝 我們從這個方向來走 那我為你來手繪一張 就是看你的身形比例 隨時都可以照你的意識 客製化 好 鍵鈴 那我現在該類先畫一下 現在的領子大概二分之一大一點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太低 那我們可以把領子拉高一點 扣子約在腰際的位置 做兩個扣 領子高度也大概是在這個肩膀下來 三寸半的位置 那口袋是要做斜的還是要做紙的 那你有什麼建議嗎 如果說你要看起來比較有線條 可以考慮做斜的 斜式 這樣子 如果說以一個經典款 就是做紙的 我現在先畫紙的 好 上面傳銜的口袋 就是傳銜的鎖金袋 可以放口袋金 那我們現在做起來的樣子 大概袖口是縫四個扣子 給你看 現在設計的樣子 單排兩扣 做鍵鈴 鈴子稍大一點 那也算是比較現代經典 那袖口做針叉 扣子可以開的 至於後叉的部分 我們做雙叉 今天整體的設計 是朝這個方向 為你畫一張草圖 那你感覺自己喜不喜歡 很喜歡 因為這個布料滿經典的 很好看 有英式的風格 現在義式的那種現代感 我覺得這樣子做起來 一件一五會非常漂亮 好 沒問題 我們來準備禮布 禮布也是 是多種選擇 當然也有花布 但是這種格紋 我是覺得配上素雅的 比如說藍色系 那我也覺得有一塊顏色 非常的適合 這個又顯得太淺 我們是不是這樣子 來配藍色的格紋 配上藍色的禮布 這樣看起來非常的搭配 禮布我們就用這一塊 103 那禮布挑好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選擇扣子 這個是牛角扣 天然的牛角扣 它看起來霧霧的 磨酒淡淡的光澤 那禮布選好了 我們扣子可以畫龍點睛 你可以從上面配咖啡色系的 這裡頭有一些霧的感覺 還有比較亮的 這個格紋 你自己喜歡哪一種 我的建議是這種 有點經典風格 你如果今天來配 稍微帶霧 這種的 看起來跟這個布料相揮映 看看你自己選擇自己喜歡 顏色很多種 可以讓你做選擇 現在想要選這顆 這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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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現代 那也算是比較新式的款式 造型 那我們就寫下來 1 2 3 4 5 6之4 就選擇這一顆 我們就來準備量身了 我們從剛才選擇布料 樣式 禮布 扣子 選擇完成之後 我們來準備量身 麻煩陳師傅 這邊請 量身一門很深的鞋紋 幾粒 每個人的身形 膚色 性格 喜好 包括他的身形都不一樣 就是現在很多的上健身房 練得像大力水手 上面很大 腰很細 在買陳衣來講 他是針對大術季 多數人的身材來做 陳衣都針對175左右來定制 比如說你身材沒有優勢 你穿出來比例 腰線 扣子 長度 比例就不對 那有的人高高的 穿起來憋憋的 短短的 長度不夠 幾粒 就是說有的人練練得很厲害 練得很厲害 你穿起來 像抱胸 就是 胸量不夠大 腰呢 像麻布袋寬寬的 那如何我們扮演 身材化妝師的角色 如何讓有肚子的人 可以把肚子長起來 腰線修出來 有駝背的人 就是看起來不會牽掉 整件衣服的美感 其實一件衣服好看 就是看起來舒服 就是合乎你的身形 看起來就是平平整整 還有就是比例對稱 像一幅畫 我們畫中的就是人物客戶 他選擇的布料 我們如果在身上 他去著色 甚至修飾他的比例 那比例線條好看的話 我想整個呈現出來 就會容光煥化 讓人有精神 你肩的傾斜度25度 一般人的肩膀 是19度20度左右 那你屬於比較斜肩 當然也有人屬於比較平肩 每個人的身形都不同 所以我記錄你的角度 等於在剪裁的時候 做一個精準的衣技 25度 你的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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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一般人斜一點 所以在踩的時候 肩膀必須要踩斜一點 他是一個胸線的水平 這個在衣服輔助上 他可以精準的判斷 他是挺胸還是頭背 36 前長29 前胸15四分之一 扇尾37 他的腰32 他的褲腰32 他的褲腰32 四分之三 38 後背16 四分之一 他的肩寬 他的肩寬 18 四分之一 他的肩寬 他的肩寬 二十四 二十四 後腸28 六十一 二十一 西裝的袖長24 四分之一 褲長38 前檔25 四分之一 上當941 29 開當23半 他的小腿14 四分之三 褲腳做7吋 好 今天蓋裂基本尺寸良好 我們會拿一件我當衣服的醫生 幫你精切地去判斷你的身形 做調整的衣跡 下次就是完全照你挑的那一塊布料 去做剪裁 到時候視穿配衣會非常的準確 今天準備了一件 樣衣配衣 手工配衣 這個不是你的衣服 但是我當衣服的醫生 從你的穿上去之後 你的體態 身形去做記錄 比如說穿上去之後 你的肩膀 現在這樣子 肩膀是屬於比較斜肩的 往下掉 所以就必須要去做 精準的換算 你的腰現在這裡是太寬了 那以這樣子判斷也可以看得出 你手有沒有長短 你這個手穿起來在這個長度 看起來是好像還可以再長一點點 看起來感覺手太短 如果這樣子拉的話 正常是在這裡 是不是這個衣服要到這裡的長度 比如說衣服的長度 這樣讓你感覺是否夠長 感覺還可以比這個再長一點點 那至於一個胸線的平衡 是不是我們當時起的 腰下點要剛好 我都會精準的去做調整 你的手好不好抬 的位置是不是剛好 腰的位置 我會做詳細的記錄 然後這個衣跡會 再來等於你的數據 再來精準的採檢 你個人的衣服 好 麻煩您 今天經由判斷你的身形 那調整到你最適合的體態位置 那所有的數據 會做精切的打板 下次才是你的衣服 會逢著你選過的那一件 完全照你的身形 打一個配衣樣子 來讓你做精切的視穿 我們期待下一次見面 好 麻煩您謝謝陳師傅 謝謝 現在從量身的數據 包括選擇的四樣 來化作指板打板 把昏布各個部位的數據 來做精準的定位 現在第一個長度 是我們要的長度 上圍尺寸的昏布 上圍尺寸的昏布 那長度胸圍都好了之後 我們的肩膀的寬度 十八四分之一除以二 畫圖最重要的是等筆 這個是單排兩個扣 再來就是現在在畫袖樓 袖籤 那都有袖籤的工具 可以去定寸 接下來我們來定領形的樣子 二分之一 然後再大一公分 那現在我們要起的領形 樣子 好 我們領形做劍領 大概完成 袖子的大小 四十八 就是我們要的鏽籤跟鏽絨的寬度深度 鏽子的深度也是這裡的二分之一 直線下來一英寸 也是鏽子的深度 那大小就是等筆這樣子來畫圖 距離濕水也五公分 所以深淺大小 我們要來剪裁這個指板 現在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從身材的數計量身材寸完之後 我們所得到的數計 第一個它的肩膀比別人斜 正常的斜度是在這裡 它比別人斜 所以這個高點它就比別人往下降 那它屬於上半身肩比較寬 肩膀比較細 所以你必須要自圖的時候 上面這一段挺胸駝背的長度 要算準之外 這個腰 現在年輕人都希望做比較 肩膀要比較大 那麼這個腰 那這個腰呢 比如說正常來講 上圍放四寸 腰圍放三寸 下圍放兩寸 当然也可以从上要合身 直接再缩小一寸 让衣服更合 甚至要更合都可以缩得更小 那等比去做缩换 还有的人有肚子的 前面的量是要增加 那我想人体工学 就是比如说这里是一个运动场 那我们这样讲 分成九宫格 就是说上面的分布安定之后 就是肚子的位置 是大就是小 再来下一把以伏顺度去放缩 这样完整的一件衣服的版型 就可以完美呈现 这个是西裤的版型 这里是腰的宽度 臀尾还有长度 甚至于裤脚的线条 当然有人身材很好 那有人比如说欧型腿 那有的人是属于 萝卜腿 那必须要做 剪裁的时候去做昏布 他才会穿得顺 那基本上 这个裤子的有分 前片后片 四片的组合 这个乘以二分之一 就是一件裤子的版型 昏布 深浅 大小 长短 甚至于裤子的 做比较合身的样子 裤脚做的比较小 那有的人做喇叭了 这个在昏布上来讲就是 在纸板的时候就是要 决定要来怎样 让一件衣服的版型 可以做最好的呈现 今天已经化工完成 希望能够做精准 最好的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成最后比对就是绣绒跟绣签 会要合乎我们要的比例做起来就好看 肩尾纱抓盹不文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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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质布料它的不文献 尖尾纱 要去换算就是对格 都要去算可以在哪个地方可以做对格 我希望让格子经纱尾纱腰线 能对的地方努力当艺术品把它对好 只要有心格子都会对 我们下期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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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去对它的条纹 不只对横条直条也希望能够对 那在摆的位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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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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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